你那個 然後他就在我前面 然後我就看到他我就覺得 我扭一看 媽媽他怎麼這麼小啊 我說對對 他就迷你熊的啊 他被0.3 他就是一隻 TVB TVBS 不是 TVBS TVBS新聞網所有的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王彩華 而且我的女人呢 他就是一直很想養一隻狗 因為他考試壓力很大 然後吵了很久 大女跟小女都很想養狗 所以你想就說好吧 來結園一隻狗 讓我的女兒懂得放鬆 可以不要有那麼大的壓力 然後讓他也有責任心 因為Gino哥 他想要再結園一隻灰貴賓 結果灰貴賓還找不到 他那個朋友呢就傳這個 他說彩花姐有這個奶茶色的好不好 這樣子 我說好可愛喔 這是貴賓嗎 他說對 那是貴賓 我說這種顏色很少看到 我的兩個女兒都說 哇好可愛喔 我們母女三個人呢 去迎接他回家 那時候他只有生出來五十五天 就一個手長大 大概0.3公斤吧 我女兒一看 我媽媽他怎麼這麼小啊 我說對對我也不知道 阿達 阿達就迷你型的啊 阿達就很小啊 就很擔心啊 因為沒有養過這麼迷你的狗 就很怕的一個不小心這樣子 後來養到現在 哇他真的太療癒了 我每天躺在我家的沙發上 然後看電視 然後他就在我前面 然後我就看到他 我就覺得 你不是這麼療癒 你怎麼可以讓我整個人都融化了 你那麼一個動作 你那個無故的眼神 你那個綠豆眼 你那個 就讓我覺得怎麼 你好像是一個小天使 來我們家 然後比較大一點點的 有一天我就拍戲的時候 我就突然在想說 嗯 把他帶出去走走 結果 我就帶他出去 到了攝影棚之後 進去陪我拍戲 沒有叫過半生 你在講話多大聲 或者他可以去外面 有的沒的 什麼 他都不會去怕到 他就是一隻公關狗 他可以做個應酬的啦 大家每次看到 我都先問Dolphin呢 Dolphin在哪裡 對對對 他不是可以療癒我 他還可以療癒很多人 然後呢 有一次我去看 復復手應會 然後我也把他帶去 他完全就是睡覺 完全都沒有廢過聲 都沒有叫過 嗨過 完全沒有 喂 喂 就很可愛這樣 然後那個 啊對 有咧 他覺得要脫離古牌 哈哈哈哈 我每次都跟我女兒拍照 我女兒就說 不要啦 不要吧 我說拜託啦 那我拍一張 已經怎麼美 齁 你拍得都很醜 我說 怎麼會 我拍得都很漂亮耶 他會覺得我拍得就是 很老拍 你不要那麼近啊 你幹嘛那麼高啊 你不要那麼近啊 我說 這樣張 臉看起來比較小 你平一點 你不要再美肌了 叫我不要再美肌了 我說沒有 我是微 微開而已嘛 就是 讓氣色比較好一點點而已啊 小孩子嘛 我就開心 有時候就跟他們 鬥著玩嘛 我跟 我大女兒會有一個廣告 很漂亮 其實人家是 因為我女兒 才找我的 哈哈哈哈 完全都不會 真心女朋友 不會啊 更好 也會靠她 沒有這樣想過 她現在還是 我希望她把書讀好 她自己也很想讀書 所以她個頁上面 她是非常的認真 那其實 拍廣告只是偶爾出來幾天 我 希望她把書讀好 她也自己 對她自己很大的要求 希望她的書也可以讀得很好 這樣子 我從來不會勉強我的小孩 做她不願意的事情 人生就是要過得快樂 你要當下過得快樂 如果你不願意做的事情 媽媽都不會勉強一點 那太痛苦了 對對對 謝謝謝謝 好的 這個 我這孩子這麼高興 哈哈 殺手 騎著 加油 真的 我